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三的时候 享受美好的学历 也感悟生命的细节 清歌细语 周三客栈 大家好 我是深约堂的姐妹 我名叫戴安娜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 名是每一天 英文名就叫day by day 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呢 这首诗歌是丽娜·桑德尔 在1865年写的 那她当时为什么要写这首歌呢 我就去查看了一下 才知道歌的背后是蛮伤心的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丽娜她亲眼目睹 父亲溺水身亡 她父亲溺水身亡 后呢 她就写了这首诗歌 来安慰她自己 就在我就想起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我心里也是有很多的增长 因为都在家里居家办公吧 居家办公吧 然后客户的要求也很多 公司方面的要求也高 就造成心理上的压力 有时候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应付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姐妹呢 她是一个传道人 她就有一天的传了一个短讯 过来给我说 不然你来帮忙一下 我们录这首回应的诗歌吧 然后我就问她 这首诗歌是要英文唱法吗 还是中文呢 然后我这位朋友就说 这首诗歌是要用中文唱出来的 然后我心里就想糟糕了 这首诗歌我是很熟悉的 然后可是呢 我很少唱中文的诗歌 然后又怕咬字方面会不清不楚 就有点纠结在那里 也有心理上有一个负担 怎么样要把它唱好 而且真的要录制这首歌 而发给我这位朋友吗 我真的能帮他这样 这个忙吗 就在那里大概纠结了 一两天吧 当时也是有祷告 问神是否要我去做这件菜式 过后我就想了大概一两天 然后就回复我的朋友说 好吧我就尝试录这个歌 然后就发送给你 在我锻炼要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感触 尤其是歌词 歌词就是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我得着能力胜过试念 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 我不用再恐慌与挂念 当时歌的词就这样打动了我 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过后我就把我部分的歌 录好了就发给我的这位朋友 而且真的很感谢神 不只是我一个人清唱哦 还有我这位朋友 一个传道人 还有另外一个传道人 也是姓陈的 我们就三个一起 把这首歌唱好 而且还城市上也唱得不错 而且也很感动了 听这首歌的朋友 所以我现在就分享这首诗歌 大家要注意它的词哦 谢谢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 我的朝能入神过世边 我依靠天父周详上的宫书 我依靠天父周详上的宫义 我依靠在空框与挂念 她的心 只认识 不可擦途 她每天都有最好安排 不论有过戏 她此很鲜明 老苦中 她此安排 每一天 祝自己与我相亲 每时刻 此下格外连语 我关于 诸别安慰的判断 她的意味 未测试的缺乏 她的母 她的耳朵不争 她的心 必要成全 这是 你日子 如何 意料 也如何 这是她 向我 应许 帮助我 当我在困难为敌 让我全 心心靠地无需 让我享受 你安慰的天意 做到我 和你深深的愿意 帮助我 当困难为敌 牵着我 就像赤福的手 每一天 每一刻 非是无意 到我走 尽一世子地 在困难为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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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其它的圣毕 才能够罕得和 零 省翠